我们大部分的负面情绪 都是我们自己挖的陷阱 是我们想多了 比如说有人问你三十多岁了 怎么连个对象都没有 三十岁谈不谈恋爱 是你自己的事 别人希望你恋爱 那是别人的事 当有一天你分清楚 自己的事与别人的事 前因与后果的关系 你会突然发现 生活明亮了很多 你不再用情绪 替别人的好奇买单 当有一天 你试着扭转负面情绪 换一种活法 你失业 担心接下来的生活 或许这只是一个奇迹 它想让你尝试一下 曾经为工作忙碌 而忽视的那些亲密约会呢 当你接纳自己 你也会试着理解 失业的他 当那一刻感受到彼此爱的存在 失业不过是一个蜜月期而已 当有一天 你恋爱了 就理解了 没钱不会让你焦虑 让人焦虑的 是害怕不被爱 钱只会覆盖一个问题 问题越大 需要的钱越多 而爱 会解决一个问题 可惜我们总是夸到钱的作用 忘记了当初 为什么在一起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一次一次抱过我的心 黑夜它离开了 阳光洒起来了 我的爱是否过度饱和 有没有惊心动魄的曲折 多深刻 慢慢的习惯身边有你的温暖 慢慢的习惯渐渐淡淡的 慢慢的写信的回忆 共同被试尽力 慢慢慢慢拉近距离 慢慢的发现我们相同的频率 慢慢的没法抗拒彼此吸引力 只想抛开本来拥抱你 远距离 思念躲进了回忆 超越地心里 环游的心 遍离归期 黑夜它离开了 阳光洒起来了 我的爱是否过度饱和 有没有惊心动魄的曲折 都是你的 慢慢的习惯身边有你的宝暖 慢慢的习惯渐渐淡淡淡的 慢慢的那些心跳回忆 共同被试尽力 慢慢慢慢拉近距离 慢慢的发现我们相同的频率 慢慢的没法抗拒彼此吸引力 只想抛开本来拥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